净土圣贤路 王慧珍 王慧珍居是台湾省台东县人 他生长在一个有教育背景的家庭 父亲是校长 母亲是教师 几个弟弟妹妹也都受过高等教育 他的丈夫张军 曾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硕士学位 后在台中港工程任重要职位 王慧珍居士自幼跟随母亲黄玉女居士 熏习佛法 并皈依三宝修持净土法门 对信愿念佛求生西方非常向往 1980年的秋天 王慧珍居士患了子宫癌 虽然几次住院 但遗憾最终未能得到根治 王居士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死亡 于是就按照地藏经理所讲的 将自己珍贵的事物陆续布施给慈善机构 救济社会上那些贫穷病苦的人们 以此来让自己对这些器物不再有殖碍 随后又嘱咐丈夫和儿女不要寄入她的房间 以便让她静观思维 来断除自己对母子及夫妇的情职 以免往生的时候起障碍 七天后 王慧珍居士说 丈夫和孩子都可以进入房间了 我已经不会再因为你们而动情职了 至此之后 王慧珍居士万元放下 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阿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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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 她的母亲从台东过来 看到她的病情危在旦夕 就连夜跑去 禀告广化老法师 广化法师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前往探问病况 并且开始说 你只管一心念佛求生西方 如果大限一到 佛必定前来 佛必定前来 接引你往生净土 如果寿命还没有尽 念佛则可以帮你 消灾出帐啊 王慧珍居士说 无论如何 我都只求往生西方 我不愿继续留在这个娑婆世界 受苦了 于是广化法师 就向王慧珍居士 开示了肯切念佛求生西方的方法 并且说 我的师父 我的老师 我的爸爸 都已往生西方了 他们即是你的师祖 你现在念佛求生西方 必定会有感应 他们一定会随同阿弥陀佛前来接引你的 王慧珍居士听到之后 欣然点头 1981年 农历四月初六这天 王慧珍居士 自己起身沐浴 更衣完毕后 对他的母亲说 我现在已经身心清静 劳您恭请施工前来 我明天就要走了 第二天 广化法师在晚课之后 率领着南普陀佛学院的学僧 前来祝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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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佛念到子夜的时候 王慧珍居士 精神面貌变得清新 广化法师 广化法师问他能否在苦痛中继续念佛 王居士用手指着心点头 示意能够念佛 十指子夜 广化法师要带学僧们回佛学院 但王慧珍居士却不希望他们离开 他似乎已经预知自己不能等到第二天了 经过再三安慰开导 法师答应 在他将要往生时 只要接到电话通知 定会立即赶来 并且还留下两位学僧 在一旁继续念佛 王慧珍居士 这才答应 让广化法师与其他僧众离去 到了凌晨四时 王慧珍居士忽然对他母亲说 快打电话 请施工来 没想到 此时电话却临时发生故障 于是延迟到凌晨六时 王慧珍居士 请他的母亲打水过来 亲自灌洗手和脸之后 再请母亲将西方三圣像捧来 面对佛像合掌恭念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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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字还没有出口 王慧珍居士就瞬间往生了 没过多久 广化法师率众僧赶到前来助念 往生后六个小时 顶门仍有温热 面貌变现出大丈夫像 异常庄严 当时在场的僧俗大众 没有不称探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的